中科院教授来线,举国上下深陷功力漩涡,核心技术荷兰,创新荷兰,战略前沿技术,成务赚铁,世界科技创新论坛,ID,BDQQCXLT。 谭庆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和北京理工大学特聘教授,本文为谭庆明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张三根的书信,经二维前被统一后,在网络上发表,编者案,始终不懂什么是科学,特别是不懂什么是工程科学,国内习惯称为技术科学。 始终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科学家,一系列政治运动是打击科学家的,扼杀了科学家的个性化的创造性,如果再不从源头上彻底整改,没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核心技术何来?创新何来?三根胸? 你的来信推荐我读科技日报总刘亚东发表的一篇好文章,除了内下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我也收了多位朋友,转给我这一文章。 有的打上过号深度好文,我已经阅读,我理解大家称号,大概在于两点,一对我国科技现状说了真话,二指出我国科技落后的三个原因。 我先说说刘亚东的第一点,关于科技现状,刘亚东说了真话,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奇。 这句话,他说的对,他还说,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算得有诚有灵,说得有鼻子有眼。 舆论无疑对此起了推波助来的作用,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舆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意义,其结果是误活害命。 刘亚东进一步谈道,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中心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 关于科技现状,我还想补充说,一些我所了解的当线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令人着急的现状。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与三十年前相比,第一,物质条件大为改善,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投入逐年增加, 科研装备比较先进,第二,论文多,可是,大部分经费集中在军工技术项目,少部分才是基础研究和活面经济及时课题。 科研人员人自来展,忙于多多发表论文,找关系,套项目,年轻骨干为买不起房子,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而苦恼。 今天的高校,教授不愿意到课堂讲课,所做的研究和中科院类似,但求数量而不讲质量,著名大学居然创建和开发六七十个各类学院, 把知识碎片化了,让学生无所适从,学不到应有的系统知识,打不好基本功,学校不再提倡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而提倡与领导保持一致,听话,出活。 我再说说刘亚东的第二点,刘亚东提出问题说,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期待功课? 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功课这些核心技术? 第二,缺乏公教精神。 第三,缺乏只知以恒的情怀。 我认为,他说的三点也的确是阻碍科技发展的原因,但是他说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因素,还不是主要的共性原因,要找根本的原因,必须分析现状背后的所以来,必须追踪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 请允许我先简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科院的科技发展的历史。 一,1956年,中央政府为了系统的引导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开始着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 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方兼证12年规划,集中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 最后阶段,周恩来总理前学生负责规划的综合组,综合各方面的建议。 最终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钢料等文献,综合提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个重点任务。 并对数学、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八个基础学科,做出了系统的规划。 规划还提出了1956年的次生紧急措施。 前学生1955年回国以后,联手前委常创建了力学研究所。 接着前学生等案12年规划,在中科院内部倡议,建立了其他几个新技术研究所。 即原子能锁、计算机、锁、半导体锁、电子锁和自动化锁等。 二、但好景不长。 紧接着在1957年,展开了正风反右运动。 力学所的副所长钱委常就因为提成教授之校,被打成右派分子。 当年协助前学生创建力学所的得力助手朱招下,也因为去探望副所长钱委常,而被打成反党分子。 力学所从此,在大越界运动、半右倾运动、四倾运动的历次政绩运动中,科学家人人自卑。 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的结果是大革文化的命。 大革科学的命,文革中中科院130亿位有真材实学的科学家被打倒。 229人遭害日子之学习时报2009年9月29日第三版,其中就有力学所的林洪孙,成世护先生。 4、在文革中,周培元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五千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同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 周总理在这封信上做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并告诫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要像浮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说明,基础研究就像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 5、本岁四元半后,国内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制定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表彰先进人物,奖励,优秀研究成果,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全国少下重新回到了已经基建设为中心的正常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开始起步。 郭沐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讲话,热烈的欢呼说,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他说,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才能发展科学,记忆想迁开,又实事求是。 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他住院老一代科学工作者老当一壮,为我国科学事业建兴工,为造就新的科学人才做出贡献。 六,全国科学大会大会,沉溺通过了,1978年到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同时还制定了科学研究主要任务,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 七,叫卢之争,1981年5月,陆佳希在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科院院长,这是迄今中科院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民选院长。 陆余院长为中科院的改革和建设倾注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推动科学院从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实行所长负责制,对科研工作实行分类管理,创立了开放研究实验室制度。 同时多方开展横向合作的,尽管在努力组织科技人员到生产时间中,寻找科学研究课题。 但是还是遭到赵紫阳总理的严厉批评,说中国科学院没有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陆佳希不为强权,距离力争的便说,我们进了主战场。 但是,不是你说的主战场,中科院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研究,寻求科学规律,撰写科学论文。 我们不是产业部门,不生产产品,在陆佳希的心目中,完成1978年到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任务。 反观此前30年的历史,中科院一直在上级急功建立的主导下,帮助产业部门解决一些零碎的技术问题,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援进规划,和1978年到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都不了了之。 8.既然中科院院长不听总理的指挥,那换院长是简单的办法,接下来的三任院长努力寻求中国科学院的出路。 9.80年代晚期,中科院领导考虑到中央的财政困难,说要学习中央推出第一国两制。 中科院实施医院两制,已开发养科研,发动和鼓励各个研究所,新办了许多公司,同时,把全院的技术系统也解散了。 有两个典型案例来说明,已开发养科研,对中科院造成了大破坏,一个是力学研究所,1990年的一天,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领导宣布改制,不再采用研究室编制,而采用面向技术开发的联队编制,联队内设立开发公司,研究工作要结合开发。 同时宣布解散力学所最活跃的三个研究室,前学三创建的物理力学研究室,郭永怀创建的电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力学力学研究室,以及郑哲敏创建的爆炸力学研究室。 另一个是中国当代科技改革史上所谓著名的儿子管老子事件,其1994年,中科院委托联想公司,对计算所实施企业化管理,由柳传至兼任计算所所长,计算所大部分员工认为,联想对计算所的企业化管理不顶无助于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负面影响。 计算所的科技形势每跨月下,几乎跑谈,仅仅半年后,联想抛弃了计算所。 1999年10月,中科院重新作出决定,回复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的国家研究所计算所,可是人员大部分已经流失,损失惨重。 夏培素院士当时表示,计算所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系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而绝非市场行为。 2009年院领导坦承,当年联想管计算所是错误的。 计算,90年代晚期,中科院领导提出改革口号知识创新工程。 主要内容有,中关村住宅大拆迁,改建为商用楼,争取把世界500强总部尽可能吸引到中关村来。 以求市场换技术,让三分之二资深研究员下岗,为年轻人认为和增加报酬。 实施定量化的绩效考核制度,论文篇数,创收金额。 这样的绩效考核制度,还祸害了全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 从此,追求数量放弃质量,科研质量急剧下降,抄袭伪作盛行。 2001年,Nature发表社论Shine's Hope and Hypes提醒中国防止假冒伪劣。 十一一新世纪以来,中科院领导依然跳不出功力主义漩涡贯圈。 以论文篇数,创收金额的绩效考核标准,使整个中科院迷扑洒过河,招不保夕。 十二不久前,郑哲明在学习时报,2017年12月27日上发表了从前学生的技术科学思想谈起, 产明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三者之间的变证关系。 强调呼吁研究技术科学工程科学,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认为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队,因主要承担研究和发展技术科学的任务。 研究重点应当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服务的研究项目,如生命科学和家园环境科学,而不只是军工技术。 总观以上历史事实,阻碍科技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清楚的。 自从1949年起,直到现在,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始终不懂什么是科学,特别是不懂什么是工程科学,国内习惯称为技术科学,始终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科学家。 一系列政治运动是打击科学家的,扼杀了科学家的个性化的创造性。 不能认为前学森,郭勇怀和郑哲敏缺乏科学武装,共降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情怀。 如果再不从源头上彻底整改,刘耀东所说的三个缺乏还会继续下去。 自由的精神,创新和兰,森刚兄,上面说的只是基于我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子的经历和经验。 可能是片面的,还望得到你的指教。 记录,2018年7月5日,爱帝,Tech999。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